你知道在地表最强生物的眼中 认牙的实力达到了什么水准吗 就在刚刚 拳王阿里专程来找儿子战斗 小阿里听到这话瞬间就懵了 父子俩好不容易能见一面 为什么刚见面就要打架呢 原来五年前阿里在和儿子鄙视中被打倒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首次被判击倒 小阿里觉得老爸当时都五十多岁了 被击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拳王却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鄙视和年龄无关 父子之间的鄙视更是如此 当时输了是因为他太疏于训练 所以自那以后 他便从仓库找出两公斤重的工作学 越野走了整整三个月才开始跑起来 之后是打沙袋 吊球 跳绳 等开始与身经百战的搭档练习对打时 那已经是一年半后的事情了 为了恢复到能对战的地步 阿里花了现意十七九倍的时间去准备 可小阿里现在身受重伤 并不想与父亲对战 听到这话阿里表示非常遗憾 没想到他的儿子竟是此等懦夫 会怕自己这种百病缠身的花甲老头子 拳王告诉小阿里 武术不需要顾忌时间 地点和对手 而你竟然毫不支持地担心自己的状态 真是丢脸了 在阿里的激将法下 小阿里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他接受了父亲的对战邀请 随后小阿里扔掉拐杖亮枪的冲向父亲 但下一秒拳王就狠狠一拳将儿子打倒在地 此时小阿里才明白 父亲在这五年里的训练有多刻苦 实力比以前更是有增无减 虽然他还没有恢复到全胜时期 打不了15回合的比赛 但教育教育小阿里却是足够了 父子交手了数个回合 小阿里被拳王完全碾压 在其被打飞到墙边后 拳王再次发起了攻击 被击倒的小阿里很困惑 自己应该比父亲更快更强才对 为什么最后倒下的却是自己 阿里告诉儿子 他现在还太年轻 不仅速度慢 实力也弱得离谱 说罢他便喊来了保镖 让他们将小阿里抬到自己的房间 见儿子默不作声 拳王猜出他对武术有些厌倦了 毕竟短时间内吃了四连败 丧失信心也是人之常情 最近小阿里被教训的事情拳王都知道 因为德川老头是他的铁杆粉丝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拳王希望小阿里放弃习武 从武术世界里解放 可小阿里这时却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认为不管是146岁高龄的郭海皇 还是已然年迈的独步和色川 他们都无意退出这场争夺最强的游戏 甚至就连百病缠身的老拳王 也想要不择手段地打赢儿子 如此充满魅力的游戏他怎么会放弃 就在这时 德川突然开门走了进来 他询问小阿里是否要和任牙交手 还没等儿子回答 拳王就抢先开口 他说自己儿子是个懦夫 肯定没有胆量与任牙战斗 到时候大概会随便找个理由拒绝比赛 激将法再次奏效 小阿里直接跪在德川面前以表诚意 他希望老人帮忙 让自己能与任牙有一次比赛机会 很快任牙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他答应会全力以赴和小阿里战斗 就连一点反对都没有 德川突然觉得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与此同时 小阿里正在带伤训练 不知练习了多久 拳王过来告诉儿子 任牙接受了小阿里的挑战 但前提是他必须在最佳状态下应战 听到这话小阿里瞬间就燃起来了 不仅身上的石膏全部碎裂 四肢的伤势也神奇的痊愈了 没过多久 勇次郎便来到酒店登门拜访拳王 恐怖的气势让门口的保镖差点当场吓尿 还好阿里及时出门就吓了二人 拳王感叹勇次郎还是和三十年前一样年轻 他询问对方任牙是个什么样的战士 勇次郎思考过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任牙现在虽然不完美 但身上毕竟留有自己的血脉 无论是身体机能 意志力还是经验 都远远凌驾于近代的奥林匹克选手 可以说是地表最强人类之一 小黑伤势痊愈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了烧疆 向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不仅极度任牙得到了最强的诡报之力 还得到了世界最强的称号 这两者都是他渴望获得的东西 为了获得这两样东西 他必须跨过任牙这个障碍 而另一边 德川正在询问诸兽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 诸兽虽然没有与小阿里和任牙交过手 但他却与拳王阿里打过比赛 对方使用的并不是拳击 而是拳方位的武术 作为拳王的后代 小阿里的实力一定会倾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他觉得小阿里绝对会获胜 独步和瑟川也认为小阿里能赢 经过四连败的挫折 那孩子肯定已经变得更强了 或许在比赛当天 小阿里的武术将进化到完美 作诣3话 作词3话